大世界像舞台 我亦可畅游异国 风景看障至今深 为何在宇宙外独行 花生有 爱出走 出游沟鬼头 窮游也风流 好 回来了 北京北角到我们两集的云南的最后一节 你想想 其实我们整个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可能要分三四集 西藏你觉得一集是否说完呢 说不完要说两集 所以你说茶马古道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很严重 其实我们不静止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图片 比较大的图片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印之半岛之旅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还没说 中间我们跳过了老窩 老窩我也很想知道 因为我其实很少人去过的 老窩真是 是啊 看下我们下次 如果你说录西藏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再录 还有这个叫做 李泊尔 哇 想起了大件事 其实呢 是啊 李泊尔也是一定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要趁阿婷 在毕业后找工作之前都要不斷扯你 其实都要 好 随便扯 好多空 是吧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再说远一点 我们之前是B女 是吧 是吧 阿波尔 他说这个 毅地马拉 就是说这个 他还有那两个国家 墨西哥 是吧 白力支 是吧 中美洲 中美洲 其实他不静止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货 我们同台租身 就说我们 喂 你讲旅游节目 有没有可能讲了这么久 真的很久 如果你在后面排队 是非常之多 原来都讲了差不多一年 我们台里面的Spooky 刚刚又去了斯里兰卡 Julian 刚刚就在爱尔兰 回来 还去新加坡 但是他很厉害 虽然他这几个星期 还没跟我们一起开咪 但其实他也会管理一下 page 会帮我们提供一下 这些节目以外的资讯 所以大家都要鼓励一下他 他在我们page里面的大功臣 除此之外 Hallman很久没有回来 Hallman他回来后 就会跟我们讲一下 法国我们没有讲过 他说去了巴黎 去了几天 我又去了几天 但我觉得巴黎 其实很多人都去过 其实我都需要一些 比较是 最好有点 深度一点的人 去多久一点的人 去讲讲好一点 其实是 因为你说去了几天 然后去讲一集 就真的 会有些人 什么的 会有些人 叫做街灯 是吧 始终是 popular的地方 我们不敢说去那几天 就讲一集节目 至少我们不会先讲曼谷 可能有一天 有人request的时候 说不定 如果你说有些人 就说去曼谷 或者去一些很 popular的地方 但又很熟悉的 有些很深刻的個人体验 其实你可以上来分享 欢迎 是的 好像我们 虽然我们上一次 你记不记得 阿比雷 这个 瑞典和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 你每一集都要讲一次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 虽然他那个 不是很幸运 但是 作为一个 就是个人体验 就是 我觉得 你说个人的记忆很重要 如果你说背那些 什么 攜程网 或者chip advisor 那些 说出来 就没有意义 那些hard information 最重要是个人体验 和经历 就是这些东西 你才会给到一个整体 人家的印象 是的 我们也不是估计攻略 是的 攻略也会有少少 就是 好像 阿婷这些 这些更加重要 他问到哪里有没有去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教我们如何折迅封车 是的 这个真是厉害 撈出你的大腿 搞笑 是的 好了 我们进正题了 现在去哪里 是的 都说了 其实麗刚 是一个很重要 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就是 我们刚才说 路沽湖自己整个行程 他坐车的途中 他也有些景点是压秤的 就是压鬼 你说这个景点 比如说什么 路缸 那样 没有 我就这样坐车睡 但是他卖给你的那张纸 他不知道中间有露光 那样 什么天下第一光 那样 然后导游叫你下车 看看这是什么露光 那样 你拍张照 那你的checklist 又可以拍一拍 就是到了checkpoint叮咚叮咚叮咚 那路沽湖整个车程 喂 你是沿山而走 其实你是一步一惊心的 坦白说 因为其实他的山路 其实是颠簸得很紧要的 是 就算是睡觉 也是没有够好睡觉 是的 真的睡得不好 是的 那你整个 其实你 我不知道 其实你说麗刚 他周边的景点 也有很多这些车程 是的 也有很多 但是at least我去勞沽湖 这次的体验就是这样 就是 这些车程就很辛苦 坐得走 但是你说去这个 那个叫虎跳峡 嗯 虎跳峡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来的 虎跳峡 我好像叫官朝 虎跳峡我原本也没有听过 有些人问我 你们有没有去虎跳峡 没有 是什么来的 好像每个人都说要去 那样 反正我们之后 会去香格里拉的 就是离开离港之后 那虎跳峡是中间 那我们就 好吧 去看看 那 比较特别的是 虎跳峡是要买票进去的 那 他 門票是多少呢 呃 我不太记得了 总之 我们最后 我们是没有买票进去的 你又逃票 你又逃票 逃票 哪逃呢 逃票是超级难逃的 因为 之前我们有些朋友跟我们说 他是经水路逃票的 你不要教人玩命啊 然后我们又找来找去 都找不到有水 我们看到他真的有条河 但我们又找不到哪里 哪里有得游泳 介绍一下虎跳峡 先 虎跳峡 就是以险 明天下 文明于天下 是中国最深的峡谷之一 我跟你在看同一篇 虎跳峡 有香格里拉的路段 和麗江路段 和之分 而香格里拉的虎跳峡 就是4A 有上中下的虎跳峡 高路逃步 其中一个叫做什么 虎跳峡的逃步线 被誉为是世界十大经典逃步路线 很多人逃步 其实是行山的意思 有见到外国人 是行山的 主要路线是中虎跳峡 主要路线 和中虎跳峡的路线 不知道是写什么 哈哈哈哈 漏了 漏了 简而言之就是险了 现在已经野心了 他眼睏 这么说 12点40分 他开放时间 就会好一点 9点到6点 他门票价格是65元 你也要逃票 我们后来用40元进去 噢 为什么呢 不 即是便宜了 为什么 首先 如果你由黎江出发去虎跳峡 你要乘一程长途巴士 那里没得逃 我们正常 那程车的中点 就是虎跳峡的入口 然后 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你下车还是不下车 你不下车的话 他会继续车你进去 但他已经说我帮你买票 你便付钱 我们就打算逃票一心 那我们就下车 然后呢 我们去了票价的地方 已经有那些主动流利 他们是那些徒步的道友 然后 我们就直接问他 有没有逃票 为什么你们这么简白 因为他不是官方人 他可能是那里的道友 但他不是官方人 然后我们就问他 你知不知道怎么逃票 你们真的很可爱 很直接 之后他说没有 之后我们就心心不分 那我们就看到对面有家士多 你造冊不成心心不分 哈哈 之后对面有家士多 那我们就走过去 打算买东西 顺便问一下老闆 知不知道怎么逃票 之后我们就问他 然后 然后 离开了售票署的视线范围 然后 然后 那个导游 又回到台湾 找我们 然后他就说 这个 他突然给他的电话号码 我们就说 这个电话 你打给我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 然后 我们就在想他做什么 然后 我们就打回他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他可以车我们进去 因为本身 车进去除了入场费之外 你还要加一笔钱 然后 我们就 问他有没有投票 他就可以帮我们进去 他要收钱 他本身收的价钱 跟门票是一样的 他那时候纯粹觉得 是省了那一笔进去的钱 让他赚了一点 然后 我们就不短 因为我们是打算逃票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还要给你钱 我不太记得 好像大概是 六十 如果原本的门票是六十多元 他可能是收我们 都是六十多元 叫省了一程车费 我们后来说价 我们就说 没有啦 我们说我们是学生 那我们半价的话 其实 都是差不多 那我们买学生票 都比我们还值得 和我们一起进去 然后我们就 开始打算逃票 后来是用了四十元 成交的 为什么呢 这个四十元是怎么来的 我们就跟他 不断打算逃票 啊 我们学生啊 没有啦 没有钱啊 真的没有钱啊 便宜点啦 你也没有生意的啦 都只有我们而已 这些又是什么 这些又是什么 你这么说 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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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用一个很厚的面皮 去捏 因为他是深远的 看得出 因为他这么深远 我们才敢这样捏 其实你为了二十元 那我们三个人就六十 但你六十有三分分 你为了二十元 就在弄烂面皮 这个真的是 我们没有廉恥 不是那个做得出的 但他们给出来的四十元 是那个导游自己带入袋 是的 不是官方的 你叫做收买那个什么 收买附近的居民 因为他们当地人 是不用付钱就能进去 是游客才要付入场费 我们自然躲在他的车里面 他偷运我们进去 扮当地人 整个过程又好像很大件事 首先我们背包 很多大背囊 就先放在地上 那我们三个人 就上一架车的车尾 又不是车尾箱的 总之那些车尾箱 有一个大的位置可以放行李 我们是要三个人 逼在那个放行李 就是偷运人死的 然后我们三个人 逼在一起 三个人黏在一起 然后是由另外一个司机 车我们进去 然后成功进去 他停下 然后他要另外再找一架车 去运我们的行李进去 整件事是很大的工程 整件事是 然后 每人40元都很难赚 对 然后我们才下车 再去运行李的一架车 然后才坐进去 才正式进去 对 正式进去 我觉得整个过程是 很 好像偷渡 对 用一架摺着一架 立刻不能说话 然后全部人低头 趴在那裡 就觉得很刺激 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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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功逃票 这些真的 那些年轻子女 会做得出的事 对 真的 人们觉得我们瘋 但我们觉得很棒 真的 只是这些 那些 那些 这些纯粹是一个 成功感 大家不要学 大家不要一听完 每个都走去 不就是这样 讲回这个 虎跳峡 其实虎跳峡 其实 这个地方吸引不了我 就是因为 它纯粹是叫做一些 很逐的黄水 滚滚逐流 就是这样 比我的感觉 其实不是很刺激 或者这么说 其实 虎跳峡 一般坊间所建议的路程 就是分两种 第一 就是说 你坐车 你有空就下去 看两眼 另一种就是 行山 行山 甚至乎 要去到两天一夜 可能自己摘一下刑 我不知道 可能会有些客棧 可能会有些客棧 我想它所吸引的地方 第一 它一路行山 其实是 尾 有些人说 虎跳峡之尾 我不知道尾在哪 你纯粹是叫做 感受一下那种 雄壮 那种力量 那种喀谷的力量 那种水的冲力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你说尾 不是什么尾 而且这些照片 就是自己拍照 就是自己自拍 也好 你这样移起彭下笑 我又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哈哈哈哈 你在后面 好像有很厉害的 花灑 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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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水是不清的 是不清的 很厚的 像是黄河 很厚的 很厚的 好像真的是黄河一部分 不是不是 应该是长江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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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攔瘡江 是的 攔瘡江 即是路江 即是那边 不是黄河 黄河就不是那边了 是的 是不知一条东西的 再拍 哈哈哈 你长江 不是 不是 不是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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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是觉得 不sexy 有些人说拍照 漂亮的地方 或者是 你看中间 那两个山 中间的 那个 很昂貴的 会觉得 就是两边山的 耸立 然后中间 一条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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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多数 怎样说 多数去的人 我觉得 要是看厉害的 要是为行山的 因为那里反而 有几多外国人 行山的 他们真的那些 那些 什么tracking 行山 或者他们的 贊道是 都ok的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我不知道他们是 扎營 还是住hostel 但是有外国人 就是我们认识了 一个荷蘭的女孩 她之后又跟我们说 她在那边走三天的山 她觉得很棒 外国人很喜欢 她的贊道是挺漂亮的 坦白说 她做得是ok的 而且你说 她整个虎跳峡 她是两个很陡峭的山峰 她是聪立着中间 有一个那么厉害的水喉 其实是 你走在其中 其实你都会觉得 有点特别的 她的感觉 她有分上虎跳峡 中虎跳峡 和下的 她上那个 就是比较 我们没有去上那个 不是 经过 我们有经过去上那个 人家跟我们说 上那个是比较適合一家大小 去看景 拍照 我们去了中那个 中那个 是真的 可以走下去那一条 花灑 很近一条花灑 你去到底下就是升盘 我们就是在中虎跳峡 住的 她的客棧 都只有一两间 我们就住了一间 叫什么 张老师的家 那一条道 也是由 那个叫张老师的人建的 很好的 好像是类似天梯的故事 不是那么爱情故事 但是是由 真是当地的一个人去建 然后要收入场费 但是如果你住在那里 那个入场费就不用收的 那我们是 那条道路 一直是由山 走到最底 所以是非常之斜 是有危险的 是真是一步一惊心的 那些来的 那我们在虎跳峡 竟然撞到香港人 他们是自驾游 他们的年纪是 怎么说呢 我想是40 那些来的 就是有约上经济能力 因为他们之后 在张老师的家 他们买了千多元 藥材 那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觉得 但是他们 有跟我们一起去走过一个 那条什么呢 道路 一起下去 走那条花灿的旁边 他们走完之后 他们是觉得 这一世人都不会再走到 他们觉得 这件事回到香港 一定要告诉大家 但是我和我的朋友 都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如果 我会觉得 如果平时少走山 总之 他们会觉得 这是很困难 很辛苦 我想走一半 三分日 是真的要休息 是真的喘得不得了 因为它是很斜 每一级之间 都很高 你要抱很大步 你要用尽全身的力 你才能上到一级 那种 那如果好像 我这些小的 要爬上去 要找那些树枝 不是树枝 不是树枝 那些 要找行山树 加上海拔高 是的 超级犬 但是如果平时 有些人喜欢户外活动 行山的话 我想应该 都会对这个有兴趣 可以考虑 这个 好了 那 完美 虎跳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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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跳峡最深刻的 就是走 张老师那条路 其实主要去中虎跳峡 都是走那条路 走完 一个下午就可以了 那我们走完 就在张老师的家住了一晚 然后第二天就走了 其实有些人说去虎跳峡 过夜 其实你说可以看到 那个 就是什么 他看日落 是很漂亮的 就是看这个玉龙雪山的日落 很漂亮 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 没有啊 走完已经很累了 是的 其实也很浪漫 而且海拔也是高的 你说很累 因为那边海拔也是3300米 在那边行山真的很辛苦 是呀 而且你的地势也是很复杂 有些人就说 一天是有四季 你等于一天是经历四季 其实日夜的温差是非常之大 所以如果你说 你说去到哪里带衣服 其实都要准备充足 预寒也要带好 其实是 也要留意 每年六月到九月 都是所谓的滴庆高原的雨季 所以热傘也要带 其实都要留意一下 雲南 到这两集差不多了 还没说香隔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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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很快 好 说完 其实我外母去过 她说是一般的 没什么特别 我留了很久 留了两天 就出发 因为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稳定 名字很好听 因为有间酒店是五星级的 是 我知道 但是 你听香隔禮 你会觉得名字很漂亮 你去到 有一个地方叫龜山公园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转经筒 那里的人 就会拔着转经筒 转三个圈 转了一次就当念了一次经 转经筒 那时候天气是很适合的 周围中了桃花还是樱花 好像真的去了日本 是超级漂亮的 而且那里已经是一个西藏的地方 就已经开始看到那些藏文 是 还有彩奇 所谓的 那些东西 然后就拍照是没得谈的 因为有很多人 譬如没有打算去西藏 去拉撒这么远 但又想感受一下一些藏族文化 去云南旅行 去到香隔禮拉那一部分 其实已经感受到一点 如果没有打算去那么远 又想感受的话 可以去香隔禮拉 而且好像外国人去拉撒 都比较困难 所以在香隔禮拉也挺多 外国人 为什么很困难 不明白 外国人去拉撒 入西藏 都比较困难 是不是要入狀子 很多 不止 好像有另外的维帖 他要有导游带 是啊 是啊 是要一群团队 可以单独 香港人就没有这个困难 没有 但是有另外的困难 遲些说 你遇到困难 有啊 我没有 一段段 是啊 看看我们怎么安排 其实正常安排 我们就远近远近的 看看Julian下星期是否回来 如果Julian下星期回来 可能我们会先讲一下欧洲 嗯 嗯 再遲些少少 找阿廷上来再讲西藏 西藏 西藏其实要人的脚要齊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去过西藏 但唯一是我没有去过 就是 哈哈 不要紧要 你有Google带你去 哈哈 是啊 希望Julian快点归队 或者Horman快点归队 一个就讲荷兰 又加巴黎 是不是 接着有一个就是去了埃尔兰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货 很多货都吓死你了 哈哈 阿B女是不是做一个 在这个中东的空姐 是的 我有朋友以前去过敘利亚 所以现在没有 敘利亚 这么糟糕 敘利亚 但其实是可以开出来说的 是说给大家知道的 是吧 那真是麻烦 那真是麻烦 那真是大把货牌 是吧 就是不用怕 是吧 和稍后Spooky 可能会上来说说 这个斯里兰卡 哇 好漂亮 其实还有很多货 Horman好像说自己收藏了 还有很多东西还没说 嗯 对 到了这里 差不多了 真是非常深夜 我没试过六节目这么久 原来说云南 都可以说到凌晨一点 哈哈哈哈 是啊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拜拜 多谢